狭隐江湖赵敏明肯定不算是一个热门认者 但他的强度并不低 差不多能放在T1或者是T2的水准 这个要看你自己对T度的分类 其实他这样的强度水准在段位赛中的表现就刚刚好 拿出来能用 又不会有人去半选 只不过这个认者也是经历了几次改动后才成了现在这样 后来上去的狭隐江湖刚手还在等待优化和改动 估计也是需要经历调整后才能上场 这个认者也是延续了赵敏明的一大特性 那就是高伤害 二技能二段加双边的一技能抓取快速拉伤害 二一抓取到后半段需要吃满伤害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相对来说 有点冷门的狭隐江湖赵敏明的实战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